好 那不過執法犯法是特別的可惡 酒駕肇事悲劇頻傳 警政署嚴厲取締酒駕 那今年1月到4月 已經查獲將近4萬個人 不過諷刺的是 當中有26個人是自己人 而且還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個人 其中台北市警局以4個警察 被抓到酒駕居全國之館 警政署2年前開始刮自己鬍子 祭出了違法酒駕警察考基平等 那勤務中酒駕主管下台 以及連坐懲處等等處分 那如果同單位1個月以內 有2名以上原警酒駕 還會撤換分局長的層級的主官 等嚴懲的措施 希望要嚇阻原警酒駕